Welcome to IET Handyguide Tutorial, My name is Kevin 在這個Tutorial呢,我要來跟你討論的是 Partial Class 一樣也是 Make Class Partial 但是呢,我們在這一個Tutorial呢 我們會去跟你介紹 dbContext 還有 dbContext 的 interface 好,那首先呢,我們先把滑鼠往下拉 一開始的時候呢,跟上一個Tutorial一樣 我們要把這個 Partial Class呢,改成 True 所以呢,在我們上一個Tutorial的這個地方 好,Mate Class Partial,我們要把它改成 True 所以,我們這個東西已經改成 True了 等一下喔,這裡 所以我們這個Mate Class Partial,我們已經改成 True了 然後那接下來,下一個東西呢 好,就是說,它會產生這幾個 那下一個就是,這裡還有一個就是 dbContext Interface Base Class 好,那你要取一個名稱 好,那目前的 Base Class呢,是 它有 Implement這個 iDisposable 那我們來看一下,好,這個東西 好,那這邊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 這個Mate dbContext Interface Partial 就是,目前這個 dbContext Interface呢,它不是 Partial 可是呢,當你在這個地方把它改成 True的時候呢 那你這個 interface呢,也會變成 Partial 這個是在講義沒有,那我上一個 Tutorial也沒講 那我這邊稍微補充一下下好了 好,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變 Partial了 好,那我再把它改回來 好,我們 interface 不需要 Partial 因為,呃,應該說是 我們很少 interface 需要用到 Partial 那你要用到也是可以啦 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我覺得沒有必要 好,那 Anyway,我們現在這個 Tutorial 最主要要跟你介紹 怎麼樣去 Implement這些 Partial Method 啊什麼東西的 所以,我們要先把這個東西變成 Partial 這個你可以不用理它 然後這個變成 Partial 然後接下來呢,好,我們看一下講義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在這個 Base Class 這裡 這裡,好,目前是有 iDisposable 那這個 iDisposable到底是在幹嘛的呢? 那你可以看到,在我們的這一個 interface 好,這個 DB 這邊是 DB Context 喔 好,這一個是 DB Context 這個 Uni of War 其實就是它的 interface 好,我不知道為什麼它要取名 Uni of War 但是, based on 我的 understanding 好,它的 Uni of War 就是它的 interface 好,那既然作者它給它取名叫 Uni of War 那我們用用它的 Generator 所以我們要去揣摩作者的想法 那至於,它是不是 Uni of War 我也 don't care 反正呢,就是我知道說它這邊所謂的 這個 Region, Uni of War 裡面存放的就是一個 interface 好,那接下來呢 那個什麼,在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 好,這是 iUnligate Context 它是 Implement iDisposable 那如果今天呢,我在這個地方 我剛剛講說,OK,你今天不是只有 iDisposable 你還要再去 Implement iSafeCount 那假設我今天是 Implement iA 好,那我是不是就要再 Create A class 或是 A interface 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首先呢,我們先來把畫 就是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所以呢,它現在就是會 Implement 這個 再加這個 也就是說,你這邊的這個東西呢 它就會黏到,就像 Copy and Pass 一樣 黏到這個地方來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多空幾個 好,我們再來按 Ctrl S 好,來試一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到底還有什麼東西 好,就是這些東西你可以看 它就多空幾個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這個 Poco Generator 它其實只是很單純的 Create 一個文字檔而已 然後這個文字檔呢 會把你這一個 Stream 這邊 Stream 所寫的東西 把它貼到這邊來 就這樣子而已 沒啦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就是要來示範給你看 我要 Create 一個新的 Interface 所以叫做 iSafeCount 好,那我們在這個地方呢 好,就給它取名叫做 iSafeCount 空一格 好,因為 你如果空兩個,空三格 這個程式會GG 所以你這邊也是要空一格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anagan.cs這個 Interface 呢 它就會去 Implement 這個東西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看我們的講義 好,所以它現在產生這個東西嘛 你剛剛也看到了吧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要去 Create 一個 叫做 iSafeCount 那我們一樣在 Data Folder 底下 我們要 Create 一個 CS File 那這個 CS File 呢 好,就按 Shift F2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把這一個 iSafeCount 把它 Create 出來了 然後裡面呢,就長這個樣子而已 啊,錯了 好,那 iSafeCount呢 它裡面,它這個 Interface 裡面只有一個 Method 這個 Method 叫做 GetSafeCount 然後它是 Retain 一個 Integer 然後,它就是 當你那個用戶 當你的 User 今天按下 SaveCount 當你的 User 在 DbContext 裡面呼叫 SaveChanges 的時候呢 這個 SaveCount 就會加1 就這樣子而已 好,那我們就來 我再說一次喔 就是 DbContext 點 SaveChanges 那接下來你的 GetSafeCount 就會加1 好,就這樣子而已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看這一個 onigen.tt 然後它有 DbContext Base Class DbContext Base Class呢 你可以看到目前的這一個 好,我們先把它 Copy一下 你可以看到目前的 Base Class呢 它長得是這個樣子 它是使用 System.data.entity.dbContext 好,那它是 DbContext的 Base Class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這一個講義 好,那這個講義呢 這個,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這個可以先關掉 來看一下這裡 好,那 我把它這個地方 Copy一下 等我一下喔 好,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在 DbContext 裡面呢 好,它的確 就是 上面是 Unit of Work嘛 對不對 這裡 我先把 Unit of Work 先把它關起來 好,這邊是 DbContext 它的確有 Implement這一個 那為什麼現在GG了呢 OK,首先它有 Implement DbContext 然後接下來它有 Implement 這個 i 代表 Interface UnlineGainContext 你可以看到這個 iUnlineGainContext 它有 Implement iDisposible 跟 Implement iSafeCount 那 iSafeCount呢 裡面有一個東西 叫做 這個 這個東西呢 你可以看到很明顯的 就是 我現在沒有 Implement 這個 就是 我的 DbContext 目前 我 DbContext 目前沒有 Implement iSafeCount 所以呢 它現在就會出現這個 Error 那 要怎麼辦呢 首先呢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 DbContext BaseClass呢 我們現在先把它改成 OnlineGain BaseClass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裡喔 OK 我們現在把它改成 這個東西 等一下 這個東西 我要稍微改一下喔 OK 我把它改成什麼呢 我改成下面這個啊 那這個東西我要改成這個 我要 create一個新的 BaseClass 然後這個BaseClass 我要把它取名叫做 OnlineGain BaseContext 好 然後這邊按 Ctrl S 那接下來這個 OnlineGain.cs 這邊的這個 DbContext 它就會去 變成 原本是 implementSystem.data.anity.dbContext 它現在就會變成 implement這個東西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現在就 implement這個東西 那感覺好像錯更多對不對 不是不是不是 好 那我們就來繼續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 Create這個 OnlineGainBaseClass Context 我們來跟你說 到底我在做什麼 首先呢 我現在這一個 好 同樣在這個 Data的Folder底下 按Shift F2 名字扣比一下 叫OnlineGain BaseContext.cs 按了這個file之後呢 然後接下來呢 我這邊有幾個東西要做 第一個呢 我要去 implement dbContext 好 我要去implement dbContext 那我這個 implement dbContext之後呢 你會發現一件 很神奇的事情就是 好 剛才呢 我是dbContext 去implement 好 這一個 System.data.entity.dbContext 現在呢 我是dbContext 去implement 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 又再去implement 這個東西 那是不是 就沒什麼改變了 好 是不是我們都做到了 但是呢 因為我現在呢 有一個新的db 那個base dbContext 所以我現在可以在這邊做一些 做一些我要的動作 那什麼動作呢 首先我們先來看 首先我要先create一個新的 這個就是新的 就是新的 不是field 新的property 這個property 這個property是protected property 也就是說 因為它是protected property 所以dbContext也可以用它 為什麼呢 因為不是dbContext 對不起 是我的unligameContext 也可以用它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unligameContext呢 目前是implement這個class 不幸的話你可以來看一下 我的unligameContext 目前implement unligameBaseContext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我的這個unligameContext 也可以用這個field 也可以用這個property 那接下來呢 我們在這裡 我們要去 constructor裡面 我們要先做一點修改 我們要overize所有的constructor 它是有這個dbConnection 就是它是有這個dbConnection 跟這個existingConnection 的這個parameter 我們要去 就是要去overize 這個overize所有的 所有的這一個constructor 那這些constructor 必須要怎樣呢 必須要去 必須要去 有這兩個參數 就是你要有這個existingConnection 就是你要有這個dbConnection 跟這個東西 那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個呢 我們還要再去implement 什麼樣的constructor 我們要去implement 所有的constructor 是有connection string的 因為我們connection string 是有修改的 所以你要注意到 你要implement哪一些constructor 第一個是要有 connection string的constructor 第二個是要有 這個dbConnection的constructor 然後呢 那接下來下面 還會去overwrite其他東西 我們先overwrite這幾個constructor 這是你每一次 你每一次在寫db 就是你每一次 在寫這個base context的時候 你一定要去 要去做的事情 一定要去做的事情 那因為呢 我有resharper 如果你沒有resharper的話 你就必須要在這個地方 你必須要在這個地方 然後去找說你的dbContext裡面 有哪幾個meta是有這些參數 你就按這個 然後按F1 然後就會去 把這個online打開 你就要一個一個去找 然後用哪一些是有connection string 用哪一些是有dbConnection 這些都要去implement 那就是你可以在這邊 滿滿的你要去一個一個找 那這個是逼不得已的辦法 如果你沒有resharper的話 但是因為我有resharper 所以我就對著 等一下喔 我就對著這個dbConnects呢 滑鼠移到這邊 然後接下來按Alt insert 然後呢 接下來我就去generate 這一個constructor 這是因為我有resharper 然後呢 接下來呢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有connection string的 yes 我就打勾 這個也是有connection string的 我就打勾 所有有connection string的 都要把它implement掉 然後同時還有這個 ExistingConnection 這個也要 只要有dbConnection的 就是有existingConnection 要不要implement掉 所以你要implement這四個 你要implement這四個 那這個不需要 這個不需要 這個是很普通的dbConnects 然後這個也是這個 所以你必須要去implement 所有有connection string的 跟所有有existingConnection的 這些你都要implement掉 那就是我講義這邊所寫的 等一下喔 那就是我講義這邊所寫的 這四個 就這兩個 跟這兩個 就這樣子 那我接下來按finish 他就幫我去implement這些了 那在我的講義裡面呢 我今天就是只有implement這兩個 那我這邊就來做一下這個comment 首先呢 我先在這邊 等一下喔 這個跑下去啦 回來 好 把它放到最上面 然後接下來就是 這個是有connection string的 然後那 等一下喔 對 這是有connection string的 然後那 那我上面這一個是 要是這個connection的 所以是下面這兩個 然後那我把它貼上去好了 等一下喔 好 那這樣看起來就跟我們的講義一樣了 好 那我們這個contract的部分我們都完成了 那完成之後呢 接下來還要做什麼 好 那如果 如果你今天沒有resharp的話 你就要在這邊 好 connection 好 所以你知道說這邊有兩個 然後接下來再往下拉 好 還真的要一個一個找 嗯 string 好 這邊有兩個 好 你可以看到string在這裡 好 所以你看到這邊有兩個 然後接下來又 這兩個 很難找啊其實 你可以看到很難找 所以 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這是為什麼我一直強調有resharp的重要性 好 那你看一下你今天用poketion rate 你就必須要去找到這幾個 那如果你今天沒有辦法找到的話 那沒有關係啦 那你就是記得 這四個一定要implement掉 從這邊到這邊 一定要從這邊 copy and paste 到你的call裡面 好 那我們這邊都完成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才開始可以選 我們自己要的call 我們自己要的call就是 當我們使用者 使用了這個dbcontact.save changes 的時候 那他這個save count就會加加 就會加1啦 那這個要怎麼做呢 首先很簡單 我們就是要把所有的save changes 把它全部override掉 那怎麼override所有的save changes呢 首先我們一樣 就是 如果你沒有resharp的話 你就是要去這個地方 你要在這個地方一個一個找 一個一個找 這沒有辦法 那如果你有 或是你可以這樣子 override 然後 他就會 他有這三個嘛 對不對 第一個是這個 然後第二個是這個 這個好像也是resharp的功能 好像 好像也不是way1 然後第二個是 save change async 然後再來是override 然後接下來是save change async token 你看啦 我現在就是把所有的save 我把所有的save的東西 把它全部override掉 那目前就是這三個 那目前這三個override 那目前我都只是去call 這個base class的save changes 那實際上呢 你可以看到在我的tutorial這裡 他除了要call base以外呢 他還要再把這個東西加加 那我先把這個東西 comment先copy一下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東西要加加 這個property要加加 好 那他就先加加再call base class 像這樣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三個我都implement好了 所以呢 現在每次只要使用者呼叫 dbcontext.save changes 或是dbcontext.save changes async 或是這個save changes async 不管你呼叫哪一個 這個save counter就會增加加1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在dbcontext的部分 我們override好這些東西 好 那你可以看到目前這邊有save com OK 那我現在還有什麼東西是有錯誤的 好 就是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 喔 對啦 我這邊要先using一下 等我一下 這是我的program tool file 為什麼呢 因為我移動 我移動我的folder 所以我一直忘記來這邊去做修改 好 那你可以看到我移動了folder 所以我這邊要input一下 還有什麼東西有錯 還有什麼東西有錯 這裡 OK I base count 對 我目前呢 這個isave count 它裡面有一個叫做gate save count 這gate save count 目前還沒有去implement它 所以呢 你在這個地方有error 好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好 我們再來繼續看講義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就要去implement 剛才我們所說的那個interface 那我要先在data folder底下 我要create這一個class 那接下來我就create這一個class 那我在這個data folder按shiftf2 我create了這個class 那這個class呢 它有什麼用處呢 就是我要去implement 好 我要去implement這一個 它是一個partialclass 我先說它是一個partialclass 好 所以這邊要先把它變成partial 那這個partialclass呢 它就是unlinegamecontext的partialclass 這是unlinegamebaseclass 對不起 這是unlinegamebasecontext 這是unlinegamecontext 然後 這一個 不是partialclass 這個一定要是partialclass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因為呢 在我們這一個unlinegame 裡面呢 它有去implement iunlinegame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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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呢 它有去implement iSaveCount 可是iSaveCount裡面呢 有這個getCount 好 那目前呢 還沒有人去implement getCount 那getCount要在哪邊implement getCount要在這個 unlinegamecontext 裡面implement 所以呢 getCount呢 好 必須要變成partialclass 那我可以再create另外一個 unlinegamecontext 它也是partialclass 那我就可以去 在這個邊implement 這個getCount 這一個method 那我接下來呢 就在這個地方 我來implement 這個getCount method OK 你可以看到 現在我implement完之後呢 現在就沒有問題了 你可以看到現在 現在幾乎在 我們回到這裡來 你可以看到 現在幾乎就沒有問題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現在有 getSaveCount 我這個getSaveCount 它其實是來自於 這裡 然後的這裡 好 getSaveCount 它其實是來自於這裡 那等於說我現在是有 implement 這樣子的一個method 在這裡 那這個method呢 它會去return 我的 baseclass裡面的 saveCount 它的baseclass是誰 就是這一個 它會return這個 property 好 那接下來呢 好 return完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在我們這個dbcontext 它自動generate的這個部分 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沒有error 好 然後這個 也沒有error 你可以看到 它就完全都有implement了 那現在還有一個error 在哪裡 在這個fakeunligamecontext 這個fakeunligamecontext 到底是在幹嘛的呢 我們後面會講到 它是用來做unitest的 那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這個fakeunligamecontext 我們這邊也要處理 那要怎麼處理呢 首先呢 我們就是要在 你可以看到 在我們講義裡面 我們也是要create一個新的partialclass 但是這個partialclass 前面多加一個fake 等於就是上面這個東西 前面多加一個fake OK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來看我們的這個地方 我們一樣呢 在這裡 我們要再create另外一個partialclass 然後呢 它是fake的 好 那它裡面同時也會有save count 然後這邊要return什麼呢 這邊呢 你可以看我講義 好 我直接return這個東西 在這裡 我直接return這個 為什麼呢 這個 這個就來自於 這裡嘛 對不對 好 直接return這個東西 這個其實就是呼叫這個啦 好 就這樣子而已 那 你可以看到 當我的這個fake class呢 它也去 擁有這個method之後呢 那我現在就沒有任何compile error 我按Ctrl-shift的B一下給你看 它就沒有任何compile error 只是resharver可能會給你一些建議 它可能會教你這樣做 但是沒有必要 好 你就什麼都不要去改 你就是這樣子 乖乖的就這樣做就對了 好 然後呢 它必須要去implement這個get-save count 好 因為你在這個fake-class裡面 你可以看到 在fake-class裡面 它也是有implement這個i-on-again-context 那i-on-again-context呢 它有implement這個i-save count 所以fake-context呢 它也必須要有這個東西 好 那這就是 這就是我們今天所教的 好 那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那我們接下來呢 再來看這個program 好 那我要證明給你看我的save count是成功的 所以我就來這邊 給你看一下這個 我copy這裡 然後我們去program.cs這裡 好 然後我們把它做一個copy上來 好 然後把沒有用到的刪掉 那你可以看到 第四點我做了什麼 第四點呢 一開始我先有一個i-save count 那這個i-save count呢 其實就是目前的這個db-context.get-save count 然後我所得到的一個 目前有幾個人按過 目前有幾個人使用過savechanges 目前是沒有人 好 那接下來我用db-context.savechanges 好 我就呼叫一下 然後再問他一次說 目前有幾個人呼叫savechanges savechanges目前被呼叫幾次 不是幾個人 目前被呼叫幾次 一次 因為這邊一次嘛 這要呼叫第二次 然後接下來是s 好 那這邊再print出來說 到底被呼叫幾次 那這邊就變二了 好 那所以待會會return出來就是012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好 實際上來看一下 好 你可以看到這邊是012 好 那的確就是我們目前所做的 好 那 我們這一個圖頭流就到這邊了 好 但是我在這邊再跟你強調一下 好 首先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先在 我們來看講義 好 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要先把這一個 把這個 把這個 變成 true 當我把這個 make partial class變成 true的時候呢 好 當我把這個 make class partial呢 變成 true的時候呢 它就會怎麼樣呢 它就會把這個db context 好 這個interface如果要變 true的 要變 partial的話 這邊要改成 true 好 因為這是interface的 true 那這個是全部class的 true 除了interface以外 所以在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 好 它除了interface 不好意思 在哪裡 好 它除了interface沒有partial以外 其他db context都有partial 好 你可以看到這裡啦 它的db context都有partial 然後呢 它的下面的這些context 全部都是partial 然後這邊還有一堆 有的沒有的也都是partial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就幾乎全部的class都變partial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你要先把class變partial之後呢 接下來呢 你就可以去這個 db context interface base class 裡面多加一個 好 多加一個interface 因為你在這個地方 多加一個interface 所以你的db context 必須要去 implement 那個interface 那因為你要 implement 那個interface 所以呢 你必須要做什麼 你必須要去再用一個partialclass 好 那這個partialclass在這裡 好 那它的partialclass在這裡 那在這個partialclass裡面呢 我必須要去implement 這個getsavecon 我必須要去implement這個getsavecon 可是這個getsavecon 我是return這個savecon 這個savecon 這個savecon是從哪裡來 這個savecon呢 其實就是要來自於我的base class 那這時候我就知道說 OK 那我的base class要改了 好 那 你可以看到在講義這裡 好 繼續往下拉 這個dbcontext baseclass 那也要改了 所以我們來看到 這裡 原本dbcontext saveclass呢 這個baseclass原本是dbcontext 好 那現在我要把它改成unigame basecontext 那這個unigame basecontext 那這個unigame basecontext 它必須要implement這個東西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這個unigame context 它要implementdbcontext 好 那implement完之後呢 接下來我就可以做一些修改 因為我最主要是想要去override這個savecount 好 那在做修改之前呢 我必須要先確認 所有有connection stream跟db 就跟db 就是existing connection都有的參數的話 就是如果你contractor有condition stream 或是你的contractor有existing connection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去override它 override完之後 接下來你才可以去override你要的東西 那我現在要override是我的savechanges 那我savechanges被override之後 那我這個東西就有指了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return 它目前被savechanges被用了幾次 這樣子 那 那 這個部分我們就算成功 那我們這個baseclass也ok了之後 那 接下來在這個baseclass implement這個東西 好 這個就剛講了 然後呢 最後呢 就是在unigame context這個地方 我要確定我的這一個 好 看這個partial的context partial的這個unigame context裡面 有implement這個method 這樣我的interface就不會complain了 那這邊也是fakeclass 也是要implement這個method 好 那整體來說就沒事了 那這邊就只在測試說 我是不是有這個互交成功 好 那 到目前為止呢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你學會了什麼 你學會了 好 makeclasspartial還有dbecontext 好dbecontextinterfacebaseclass 還有dbecontextbaseclass 好 你學會這兩個 好 那這就是重點 OK 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 好 OK 謝謝 謝謝